第一台月子时,有些晚上突然冻醒了,特别特别冷的那种,之后晚上睡觉经常被冻醒,但是屋子又特别热,还盖着背,应该是月子落下的,没生孩子前都没这样过。 网友,月子坐了18天了,几乎每天都会开空桥,穿着长袖长裤还有袜子,但是晚上睡觉从来不改被子,因为空桥都开的26度左右,我还是热,也不能开太低了,每天都会洗澡,我儿子也热得满脸被子,但愿以后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? 月子里的产富千万不要吹空桥,看看网友怎么说,欢迎留言评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